四龙穴 所以它有四行 那么它的位置呢 它的穴位呢包括了 金拳 金口 金曲 火球 火针 火星 火城 火墙 金灵 火凤 火煮 火庙 火巢 火虫 火花 火蜜 那两边呢 一边16个穴位 两边共32个穴位 那么金拳的位置就是在安全穴 躺开1.5寸的地方 那安全穴的位置是在大堆股下面呢 第一个穴位 是安全穴 那么躺开1寸 下面5分是金磷穴 往下面呢 更1寸1个穴 那这个四行呢 用三穴针放血 是治疗中风后遗症 半身不睡 手脚麻痹的特效穴 那也是治疗头昏 头痛特效穴 治疗产后风症 月内风特效 治疗肺癌疼痛特效 另外也可以治疗心肌梗塞 跟四肢血管硬化 四龙穴 四龙穴 所以它有四行 那么它的位置呢 它的穴位呢 包括了 金拳 金口 金曲 火球 火生 火星 火城 火墙 金灵 火凤 火主 火庙 火巢 火虫 火花 火蜜 那两边呢 一边 16个穴位 两边共32个穴位 那么金拳的位置就是在安全穴 躺开1.5寸的地方 那安全穴的位置是在大堆股下面呢 第一个穴位 是安全穴 那么躺开1寸 下面5分是金灵穴 往下面呢 各1寸1个穴 那这个四行呢 用三行针放血 是治疗中风后一阵半身不睡 手脚麻痹的特效穴 那也是治疗头昏头痛特效穴 治疗产后风症 月内风特效 治疗肺癌疼痛特效 治疗胃疾穴 治疗胃疾穴 治疗胃疼痛特效 另外也可以治疗心肌梗塞 跟四肢血管硬化 治疗肺癌疾穴 四穴 所以它有四行 那么它的位置呢 它的穴位呢 包括了 金拳 金口 金曲 火球 火生 火星 火城 火墙 金灵 火凤 火煮 火庙 火巢 火虫 火花 火蜜 那两边呢 一边 16个穴位 两边共32个穴位 那么金拳的位置就是在安全穴 躺开1.5寸的地方 那安全穴的位置是在大堆股下面呢 第一个穴位 是安全穴 那么躺开1寸 下面五分是金银穴 往下面呢 各一寸一个穴 那这个四行呢 用三瓶针放血 是治疗 中风后一阵半身不睡 手脚麻痹的特效穴 那也是治疗 头昏头痛特效穴 治疗产后风症 月内风特效 治疗肺癌疼痛特效 治疗未及十二指肠溃疼特效 另外也可以治疗心肌梗塞 跟四肢血管硬化 四龙穴 所以它有四行 那么它的位置呢 它的穴位呢 包括了金犬 金口 金曲 火球 火生 火星 火城 火墙 金灵 火凤 火煮 火庙 火巢 火虫 火花 火蜜 那两边呢 一边 十八个穴 十六个穴位 两边共三十二个穴位 那么金犬的位置就是在安全穴 膀开 一点五寸的地方 那安全穴的位置是在大堆 大堆股下面呢 第一个穴位 是安全穴 那么膀开一寸 下面五分是金银穴 往下面呢 各一寸一个穴 那这个四行呢 用三瓶针放血 是治疗 中风后一阵 半身不睡 手脚麻痹的特效穴 那也是治疗 头昏 头痛特效穴 治疗 产后风症 月内风 特效 治疗 肺癌疼痛特效 治疗 胃脐 十二指肠 肺癌疼痛特效 另外也可以治疗心肌梗塞 跟四肢血管硬化 四龙穴 所以它有四行 那么它的位置呢 它的穴位呢 包括了 四龙穴 所以它有四行 金犬 金口 金曲 火球 火生 火星 火城 火牆 金灵 火鳳 火煮 火庙 火虫 火花 火蜜 那两边呢 一边16个穴位 两边共32个穴位 那么金犬的位置就是在安全穴 躺开1.5寸的地方 那安全穴的位置是在大堆股下面呢 第一个穴位是安全穴 那么躺开1寸 下面5分是金犬穴 往下面呢 各1寸1个穴 那这个四行呢 用三行针放血 是治疗中风后遗症 半身不碎 手脚麻痹的特效穴 那也是治疗头昏 头痛特效穴 治疗产后风症 院内风特效 治疗肺癌疼痛特效 治疗胃脊肢肠胃疡特效 另外也可以治疗心肌梗塞 跟四肢血管硬化 治疗气管硬化 那麼它的位置呢,它的穴位呢,包括了 金拳、金口、金曲、火球、火生、火星、火城、火牆 金陵、火鳳、火祖、火廟、火巢、火蟲、火花、火蜜 那兩邊呢,一邊16個穴位,兩邊共32個穴位 那麼金拳的位置就是在安全穴,躺開1.5吋的地方 那安全穴的位置是在大堆股下面呢,第一個穴位,是安全穴 那麼躺開1吋,下面5分是金銀穴 往下面呢,各1吋1個穴 那這個四行呢,用三行針放穴 是治療中風後遺症,半身不睡,手腳麻痺的特效穴 那也是治療頭昏、頭痛特效穴 治療產後風症、月內風特效 治療肺癌疼痛特效 治療胃脊十二指腸潰瘍特效 另外也可以治療心肌梗塞 跟四肢血管硬化 四龍穴 所以他有四行 那么它的位置呢 它的穴位呢 包括了 金拳 金口 金曲 火球 火生 火星 火城 火墙 金灵 火凤 火主 火庙 火巢 火虫 火花 火蜜 那两边呢 一边 16个穴位 两边共32个穴位 那么金拳的位置就是在安全穴 躺开1.5寸的地方 那安全穴的位置是在大堆股下面呢 第一个穴位 是安全穴 那么躺开1寸 下面五分是金银穴 往下面呢 各一寸一个穴 那这个四行呢 用三瓶针放血 是治疗 中风后一阵半身不睡 手脚麻痹的特效穴 那也是治疗 头昏 头痛特效穴 治疗 产后风症 月内风 特效 治疗 肺癌疼痛特效 治疗 胃疾 十二指肠 潰疼特效 另外也可以治疗 心肌梗塞 跟四肢血管硬化 五肢穴 五肢穴 那这一行是距离正中央 膀开三寸的位置 那第二行呢 是膀开六寸的位置 那膀开三寸的位置呢 爆发有 筋斗 筋棋 筋领 筋斗的位置是位于 大椎骨 往下 一二三 水取穴 膀开三寸 是筋斗穴 那再膀开三寸 是筋筋穴 筋筋 筋神 那因为单侧有五个筋 开头的穴位 故称五肌穴 那总共是十个穴位 那么在这些穴位上面放血呢 可以治疗膝盖关节炎 是特效 治疗脚扭伤 是特效 也可以治疗 颈向活动不灵活 或者是小腿外侧痛 五肌穴 五肌穴 那么 它的位置呢 总共有四行 那 这一行是距离正中央 膀开三寸的位置 那第二行呢 是膀开六寸的位置 那 膀开三寸的位置呢 爆发有 筋斗 筋斗 筋筋 筋铃 筋斗的位置是位于 大堆骨 往下 一二三 水取穴 膀开三寸是筋斗穴 那在膀开三寸是筋筋穴 筋筋 筋神 那因为单侧有五个筋开头的穴位 故称五肌穴 那总共是十个穴位 那么在这些穴位上面放血呢 可以治疗 治疗 膝盖关节炎 是特效 治疗 脚扭伤 是特效 也可以治疗 颈向活动不灵活 或者是小腿外侧痛 五肌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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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行 那这一行是距离正中央 膀开三寸的位置 那第二行呢 是膀开六寸的位置 那膀开三寸的位置呢 爆发有 筋斗 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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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的位置是位于 大椎骨 往下 一二三 水取穴 膀开三寸 是筋斗穴 那再膀开三寸 是筋筋穴 筋筋 筋 筋神 那因为单侧有五个筋开头的穴位 互称五肌穴 那总共是十个穴位 那么在这些穴位上面放血呢 可以治疗膝盖关节炎是特效 治疗脚扭伤是特效 也可以治疗颈向活动不灵活 或者是小腿外侧痛 五肌穴 五肌穴 那么 它的位置呢 总共有四行 那 这一行是距离正中央 膀开三寸的位置 那第二行呢 是膀开六寸的位置 那 膀开三寸的位置呢 包括有 筋斗 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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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单侧有五个筋开头的穴位 故称五肌穴 那总共是十个穴位 那么在这些穴位上面放血呢 可以治疗膝盖关节炎是特效 治疗脚扭伤是特效 也可以治疗颈向活动不灵活 或者是小腿外侧痛 五筋穴 那么它的位置呢总共有四行 那这一行是距离正中央 膛开三寸的位置 那第二行呢是膛开六寸的位置 那膛开三寸的位置呢 爆发有筋斗 筋棘 筋灵 筋斗的位置是位于大堆骨 往下 一 二 三 水取穴 膛开三寸是筋斗穴 那在膛开三寸是筋筋穴 筋筋 筋神 那因为单侧有五个筋开头的穴位 故称五肌穴 那总共是十个穴位 那么在这些穴位上面放血呢 可以治疗膝盖关节炎是特效 治疗脚扭伤是特效 也可以治疗颈向活动不灵活 或者是小腿外侧痛 五肌穴 五肌穴 那这一行是距离正中央 膛开三寸的位置 那第二行呢 是膛开六寸的位置 那膛开三寸的位置呢 爆发有筋斗 筋棘 筋灵 筋斗的位置是位于 大椎骨往下 一 二 三 水取穴 膛开三寸是筋斗穴 那再膛开三寸是筋筋穴 筋筋 筋神 那因为单侧有五个筋开头的穴位 故称五肌穴 那总共是十个穴位 那么在这些穴位上面放血呢 可以治疗膝盖关节炎是特效 治疗脚扭伤是特效 也可以治疗颈向活动不灵活 或者是小腿外侧痛 那么它的位置呢 总共有四行 那这一行是距离正中央 膛开三寸的位置 那第二行呢 是膛开六寸的位置 那膛开三寸的位置呢 爆发有筋斗 筋棘 筋灵 筋斗的位置是位于大椎骨 往下一 二 三 水取穴 膛开三寸是筋斗穴 那再膛开三寸是筋筋穴 筋筋 筋神 那因为单侧有五个筋开头的穴位 故称五肌穴 那总共是十个穴位 那么在这些穴位上面放血呢 可以治疗膝盖关节炎是特效 治疗脚扭伤是特效 也可以治疗颈向活动不灵活 或者是小腿外侧痛 五肌穴 五肌穴 那么它的位置呢 总共有四行 那这一行是距离正中央 膛开三寸的位置 那第二行呢 是膛开六寸的位置 那膛开三寸的位置呢 爆发有筋斗 筋棘 筋灵 筋斗的位置是位于大堆骨 往下一 二 三 水取穴 膛开三寸是筋斗穴 那在膛开三寸是筋筋穴 筋筋 筋神 那因为单侧有五个筋开头的穴位 故称五肌穴 那总共是十个穴位 那么在这些穴位上面放血呢 可以治疗膝盖关节炎是特效 治疗脚扭伤是特效 也可以治疗颈向活动不灵活 或者是小腿外侧痛 五肌穴 那么它的位置呢 总共有四行 那这一行是距离正中央 膛开三寸的位置 那第二行呢 是膛开六寸的位置 那膛开三寸的位置呢 爆发有筋斗 筋棋 筋灵 筋斗的位置是位于大堆骨 往下 一 二 三 水取穴 膛开三寸是筋斗穴 那在膛开三寸是筋筋穴 筋筋 筋神 那因为单侧有五个筋开头的穴位 故称五肌穴 那总共是十个穴位 那么在这些穴位上面放血呢 可以治疗膝盖关节炎是特效 治疗脚扭伤是特效 也可以治疗颈向活动不灵活 或者是小腿外侧痛 既然不能舒服 五肌穴 那么 他的位置呢 总共有四行 那这一行是距离正中央 躺开三寸的位置 那第二行呢 是躺开六寸的位置 那躺开三寸的位置呢 包括有筋斗 筋棘 筋领 筋斗的位置是位于 大堆骨 往下 一二三 水取穴 躺开三寸是筋斗穴 那在躺开三寸是筋筋穴 筋筋 筋绳 那因为单侧有五个筋开头的穴位 互称五肌穴 那总共是十个穴位 那么在这些穴位上面放血呢 可以治疗膝盖关节炎 是特效 治疗脚扭伤 是特效 也可以治疗颈向活动不灵活 或者是小腿外侧痛 九尖穴 九尖穴 它的位置呢 是位在大堆骨正下的安全穴 往外旁开三寸 这个穴位叫金塘穴 金塘穴往上一寸 金盛 金阴 金葵 那中央线呢 往外旁开四点五寸 这是金心穴 金心穴往上呢 一寸 是金蓝 金马 金尾 那安全穴往外旁开六寸 这个是金元穴 金元穴往上一寸 金局 金万 金汇 那一边有九个穴位 两边十八个 那九尖穴上面呢 用三瓶针点次放血 治疗五十尖特效 另外也可以治疗 肩酸痛 颈向痛 头痛 偏头痛 头晕弱势 眼酸脏 手背酸 麻 脏痛 脚痛 竹根痛 头晓腰 软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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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